这些草草的蛤蜊 天哪被蛤蜊还没拉得及抓沙吧 在这场玩小镇啊,这里又来干喊了 后面啊,随时在飞潮了 刚飞潮就又来干喊了 我们一下就看看 走吧 这些草草,你看啊 天哪被蛤蜊还没拉得及抓沙吧 这一片都是太多了吧 我都不用带耙子 就直接捡,都捡了好多了 哇 这也太给力了 要发财的节奏呀 这么多 好,而且个头还很大 我把它都收完哦 最近是个蛤蜊泛滥的季节 最近蛤蜊会比较多一点 就这个季节蛤蜊比较多 贝力还是有其多 贝力还是有其多 哇 太多味 这下哥,你怎么吃啊 晚上回家吃,你怎么做 怎么做 好 煮着吃,炒着吃 炒着吃 炸着吃 下面条放上 再炒不辣干啊 咬个排骨汤 咬个排骨汤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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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 那里都猛烟 哪里就ется 那里都不要躁 有一点 真的 不是说是溼绚 最近肝还没有骨骑 最近胃不大也不爱吃饭 放个凉面吧 可以不可以 可以凉面 蛤蜊肉凉面 有卡罗 你看 它都不少了 这里面尝了一个 哇,是这个卡罗 好肥啊 你看这个卡罗肉 一下子就缩回去了 很肥美 哇,你看 肉都缩出去了 它们漆着下面好多的沙石 这个也很肥 哇,很过瘾 这边还有 哇,这只最肥了 看这个肉 肉都冒出来了 一放它就缩进去了 这只可肥啊 这边还有 哇,发财了 五只大喊罗 这个可以哦 烧货烧货 再收了啊 看来看 在这个小块地上 发现一只 发掌鱼 感觉个头好色 大肠腿 哎呦,天天热 什么回事 小胶 小胶 我不是来了吗 是不是等着急了 哇,一条大肠腿 你看,下面还有一只 小螃蟹跑了 发掌鱼 天天热热了 在这里 大喇这个脑袋 一点都不开心 是不是 不快乐 因为天天热吧 小胶 小胶 大喇的大喇 你先去找个别的哦 你看这边这个水流底下 哇,这个胶长鱼 你看眼睛 它有点肚子眼 你好像没有 这只胶长鱼 它怎么会是 翻白眼了 好像心情不大愉悦 这个在水里还行 豆水还能凉快一点 哎呀,这只 你看肚水了 这只很活跃哦 刚那只不行 都晒得方白了 这只行 看 看起来就很活跃 转圈圈 嘿嘿,瘦了瘦了瘦了 挺爱表现的 吃一只八爪 哦 这只好大 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啊 今天我们换了一个地方赶海 看到这个那个大教室上 熟的这些都是皮老板 还没有病病麻麻的 哎呀,下一个给你们吃 太噁心了 毕竟恐惧热的人看不了 咱们去赶海吧 看今天能收获些什么 那块有这个鱼的鱼 前面是个 看这一只 咱们从这个下面往上去 这一只鱼的鱼 看啊 前面是个小鱼 是黑咕咕的 哇 吃一只八爪 哦 这只好大 看 从来没抓过这么大的八爪鱼 从哪爬出来的 这个太猛了 这回家怎么吃啊 好大你看 鲜活的这一只 这过瘾了啊 先收了 这一只我感觉得 有好几斤嘛 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只得 得有一斤多呀 哇 塞 这个得是深海大八爪吧 直接刺身就可以了 韩国的那种街头上卖的 是不是这种啊 回家做个大的章鱼小丸子吃 哇 你看到这里还有好锅啊 第一次来的 看这一只 这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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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游泳座 哦 看看 这边就是个长腿 这个长腿怎么那么小啊 你出来 你出来 嘿 看 这只长腿有点迷你了 你看这只短腿啊 比它大好多 就带着吧咱们给它 看这底下 好了好了看看 咦 这下面 好像是一只 螃蟹 瘦了一下 进去了 进去了 这石块也太大了吧 这信不起来啊 这里面有货 还有问题 咦 我的妈 猛丝不动 真的不行 太重了 这么大个石块 是不是有螃蟹 好像还不行啊 我看到这大爪了刚刚 大哥你来过要不 嗯 看看呢 我真的弄不动 这个石块 有点太大了 要带手套 来加油 拿钱的 是不是有螃蟹 哦 这一只 挺大的 好 好 松手吧 哦 这只可以很大 这只母的耶 特别的活跃 松了松了 到空里面 今天都是大货呀 哎 这石头这边 还有这种小长腿 今天这个长腿怎么磕头这么小啊 从哪里来的 嘿 这个小腿太嫩了 我都不敢拽 怕把他腿给拽断了 这个 特别的细 这种回家直接煮出来一口一个 就抱头 沾拉钢吃就行了 看 特别的脆啊 这个是那种 刚出生不多久的那种 可以带着啊 来 上这里 看这边这个水坑里面 我的天啊 这只爬爪鱼也好大呀 开花了 你看 哇塞 这会被攻击人啊 这么大的 我都有点不敢弄 拽不出来 哦 哦 哎 吐没了是吧 哇好大 看 跟章鱼怪似的 就像那种 加勒比海盗里面那个 那个章鱼怪像不像 哦 这只比那只还要大 你看 哦 它睡了是吧 哇 这大脑袋里面 都什么呀 哇塞 这太过瘾了 这只比那只还要大 看 吃了吃了 这回家 今天晚上怎么吃呀 大鱼跟螃蟹抱在一起 这只大 把这大石块搬开看 底下有没有花 嘿嘿 有没有花 能看到吗 我也看不到 我不敢差去摸 然后再有大螃蟹 大螃蟹夹着我就不好了 这上面什么也没有 这也没有过了 过来看一下 这里 它这个长性 什么情况 受伤了 它的大钱就剩下一个了 这只它个头很大呢 这条好大呀 你刚那个要大很多 它怎么受伤了 是只母的耶 这种螃蟹瘦 壳特别的硬 一样就摁下去了 咱们挑螃蟹的时候 不要挑这种啊 应该不肥 钳子也没有了 带着吧 受伤了 在这里活不多长时间 说了 今天这个收获 简直太给力了啊 开着两只大巴掌鱼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 我不敢在外面带时间长了 这个巴掌鱼一热的话 它就没有什么活力了 不值钱 另外吃也不是那么好吃了 那我们今天就回家了啊 关注我 看我怎么吃大巴掌鱼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